朱顶红休眠以后剪掉叶子 如果原来的花棚有点小 那么我们可以去给它换一个大一点的花棚 像我这一颗朱顶红的话 这个花棚就有点小了 它的根呢 从这个棚底下面已经全部钻出来了 所以今天打算给它换一个大一点的棚 在选择新花棚的时候要注意 不要太大了 比原来的棚大一号 先把这一个种球给它拖下来 看一下它的根系是特别茂盛的 都长成了这个样子 如果不去给它换一个大一点的花棚 那么会影响它的生长 尤其会影响它抱小仔 因为这一颗朱顶红在冲切的时候才换过土 所以这个土的输送透气性还是特别好的 就不打算把它的原土全部去掉 带原土去换 在换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根呢 给它稍微的抓一下抓开 更有利于浮盆 抓成这样就可以去栽种了 切在新的花棚里面加上营养土 营养土加好以后 一定要去给它加一点缓氏肥做底肥 因为朱顶红它是特别洗肥的 长得好不好 抱不抱在 开花多不多 都和养缝供应 有直接关系 缓氏肥直接给它来一把 上面再盖一些营养土 土盖的差不多 就可以把朱顶红给放进去 上面继续给它盖土 这个时候给它盖土呢 一定要注意 就是土不要盖得太深了 最好跟它原来的土层厚度 差不多就可以 盖好土以后 给它浇个透水 摆放在5到15度之间的环境中 充结前后 就可以长出花节来 好了 如果你栽种朱顶红的花棚也小了 休眠以后 及时的去给它根花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